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国工业战线掀起了一个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方后进的热潮 这个运动是多快好省的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重要方法 上海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工业基地 工业生产比较先进 现在全国展开了向上海学习的热潮 变大安 变选 散结合 团结一心 亭杠的花 变大安 变选 散结合 团结一心 亭杠的花 冰雪 干方 冰雪 干方 城上有 祖国见晓现代化 嘿嘿嘿嘿嘿嘿 祖国见晓现代化 西安 西安 黑龙江等全国二十多个省区都派了代表来上海取经 他们采取了领导干部 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方法 跟班劳动 边干边学 冰雪 干方 冰雪 干方 城上有 祖国见晓现代化 嘿嘿嘿嘿嘿嘿 祖国见晓现代化 中国工人赶紧打 嘿嘿 赶紧打呀 什么困难都不好 上海职工把帮助他们学好技术 当作一项政治任务 很多老师傅把自己的绝招交给外地工人 同时也虚心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 这是一次全国先进技术的大交流 是全国职工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大发扬 全国学上海 上海也在学全国 上海纺织系统派出优秀能手 去西安等地学习回来后 立即推广了先进经验 上海国绵十二场的工人们正在苦练硬功夫 仓库工人熟悉存放物品的位置 仓库工人熟悉存放物品的位置 全国劳动模范李素兰丁凤宝正在练习从西安学来的街头法 刘兰英在推广西安的新的投缩方法 国绵十二场的工人们永远向前看 使产品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安徽丝绸厂的职工们 以革命的精神学先进改先进 他们扎扎实实地做思想工作 认真学习上海杭州等地的先进经验 他们采取了测验基本功的方法 使职工很快掌握先进技术 并且实行了工艺和设备的改进等一系列措施 安徽丝绸厂由亏损转为盈利 丝绸质量超过国家的指标 成本降低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重庆热水平场积极学习上海的先进经验 他们用机器代替了人工吹屏 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塞石棉垫子 由于不断的技术革新和改进工艺操作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 他们又大抓质量检验官 重庆热水平场立志赶先进 改变了落后面貌 热水平胆的质量 从全国第三十三名 一跃而为第四名 湖南诸州市甜心机车车辆工厂 老工人共产党员刘坤 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处处维护党的利益 他忘我的劳动 十几年出色的完成任务 从未出过废品 从1960年起 他带领了全组工人 搞了四百多项革新 他自己就搞了八十多项 刘坤从政治上 技术上 生活上 处处关心帮助阶级弟兄 刘坤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 成了全省职工的好榜样 天心机车车辆厂的职工们 正以巨大的热情掀起了 比刘坤学刘坤的生产热潮 沈阳长途电信局 这里的电报电传打字机的印字轮 是进口的配件 印字轮经过长期磨损 打印的电纹模糊不清了 许多机器停止了工作 印字轮小巧精密 在选料加工热处理的工艺过程中 难度较高 沈阳技术协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凤恩 串联了科学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等 研究解决印字轮的技术关键 老师傅吴谦和退休工人宋怀林 主动地解决客制的技术难题 群众技术协作积极分子 经过一年多的试验 解决了印字轮的硬度 光洁度等关键 沈阳重型机器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金福长 贺工 从一九五六年以来 创造了四十多把先进刀具 并且帮助几十个工厂 解决了二百多项复杂刀具的技术难题 被人们称为刀具大王 沈阳重型机器厂召开平工大会 向刀具大王金福长贺工 七名青年工人拜金福长为师父 大家表示要学习金福长钻研技术的精神 和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